在现代繁忙的都市里偶尔感受一下古典音乐的熏陶可能会有全新的体会哦 10月9日飞斯月钢琴秀现演东方艺术中心演奏厅 一场由著名钢琴家教育家柴琼颜博士率领其创办的飞斯月音乐教育旗下豪华教师队伍带来的听觉盛宴弹直而起 作为教育家学生们的出色表现总能勾起她的自豪感 在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 在8年的诞学期间我们飞斯月的同学们获得了非常多的好成绩 有一百多个国际比赛的大奖获得者 经常在卡内加 萨兹巴 维远纳等地方开音乐会 我们的同学们已经都是小小演奏家了 我非常的自豪 作为钢琴家 她的知音是现代科技与传统相融合的作品 由斯坦福大学音乐学院校长亚洛斯瓦尔夫卡普钦斯基特别创作 在音符旋律下相应的幻灯片踩着节奏投射到背影中令人叹为观止 音符旋律下方亚洛斯瓦尔夫卡普钦斯基特别创作品 与柴琴炎弹奖弹奖的知音不同的是 菲斯月联合创始人钢琴家彼得托马斯则弹奏了巴赫的经典曲目 用经典的优雅感染赛场的每一位聆听者 音符旋律下方亚洛斯瓦尔夫卡普钦斯基特别创作品 音符旋律下方亚洛斯瓦尔夫卡普钦斯基特别创作品 静心聆听一下古典的优雅吧 上海报道